鑑于近期,三藩市市中心发生多宗匪徒开车撞入名店企图爆洩案 市长布里德提出在市中心的名店方面增设花槽或者湖南的障碍物 来预防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朱慧琪报道 市长布里德说联合广场联盟可以用一个许可证在全市来防止这些障碍物 三藩市内在今个月至少发生两宗汽车撞入名店的爆洩案 今个月11号凌晨2点半左右 有匪徒开车到车撞拿市中心Dior的门口 强行厂入抢走商品 另外一宗就发生在28日星期一清晨4点多 一辆汽车冲了入Louis Vuitton LV的店铺里面企图爆洩 造成玻璃门受损 不过没有商品失洩 Isabroker记者组维其报道